有几个女孩子在我这个年龄会遇到这种事情 然后她把我身体搞成这样子 带我去看个病她是一分钱都舍不得话 而且从头到尾没有跟我道过去 我每天根本每天都是噩梦 年仅24岁的女孩爱上中年已婚大叔 为其怀孕却抑郁流产 大叔也不知所踪 想要讨个公道 大叔却大乎不认识 这么见令人糟心的事 就落在了今天的求助对象爱小宇身上 当记者见到小宇时 眼前的小宇稚气未脱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 小宇告诉记者 自己今年24岁 毕业之后就在抖音平台上当了主播 也为青春靓丽 经常获得一个名叫吴君的大哥的打赏 一来二去 小宇便对这位大哥产生了印象 并私下加了微信 刚开始吴君对小宇是坦诚相待 他直言自己有家事 并且已经45岁了 但目前和妻子已经没有感情 正在走离婚的流程 小宇一听觉得吴君人非常坦诚 像是个老实人 虽然年纪已经差不多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大 小宇还是对其产生了爱慕之情 两人约定了线下见面的时间 见面之后 吴君对小宇非常温柔 小宇设施未深 觉得这就是爱情 当晚便和吴君发生了关系 并且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虽然明知这样做偏离了道德底线 但小宇一直觉得吴君不久后就会离婚取的 还是一股脑子陷了进去 在吴君的花言乔雨下 小宇很快便妥协了 随后二人租了房子 生活像夫妻一般 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几个月 小宇就发现了一件令她伤心不已的事情 住在一起不久后 小宇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正沉醉于即将做妈妈的喜悦之情当中 一天晚上 小宇无意之间打开了吴君的手机 发现她频繁给一个名叫万菲菲的女性转账 转账的数额也比较大 基本上都是520或者999这种数字 而且每天都在转 除此之外 吴君还加了别的女主播的微信 经常与她们语气暧昧的聊天 然后我就说这是谁 为什么这样给她转钱 然后反正隔天一转 今天转一个后天转一个 每天都在都是这样子转钱 然后就说是 然后她就跟我说是公司的财务 她说财务要给她办事 然后比如说要多开票 小宇看到之后非常生气 立刻质问吴君转钱的事情 没想到吴君却非常镇定 她不断安抚着小宇 表示那位万菲菲是自己公司的会计 平常需要走账 才每天转账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会计的 然后开票不是去市务局 我说不是去找专管员 你要多少票 因为小宇自己也是会计出身 所以对吴君的话存了疑惑 一开始吴君还百般挽留 可没过多久 吴君便没了耐心 言语之间全然没有了之前的柔情秘义 在打击之下 小宇也失去了孩子 因为这件事情 小宇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甚至还有得宫颈癌的可能性 小宇非常害怕 自己哪里经历过这种事情 于是急忙想找到吴君 告知他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 没想到对方却已经没了踪迹 微信也被拉黑了 无奈之下 这才找到记者 希望记者出面协调问题 随后记者陪同小宇 来到了吴君工作的工地上 那么吴君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刚见到吴君 他没有想象之中的心虚与愧疚 反而全程都没有看过小宇一眼 言语之中满是冷漠 欺负我女儿学校 恐慌我女儿 我藏爱的道具 这有报纸有记录的 我手机里有照片的 好吧 第二 给我家里发了所有的 我原先跑外围工作的隐私记录 他表示自己和小宇没有任何关系 更扬言已经在走起诉流程 声称小宇曾经威胁过自己的女儿 还将自己的工作记录公之于众 对此小宇并不认可 不管记者如何询问 吴君都是一言不发 接着便离开了工地 我不知道他要去干嘛 他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就 对 我跟他说 我说我们好好聊一聊好吗 他说 我认识你嘛 对 就感觉现在就是另外 然后我怀孕的时候 他说 就是很好 很好的那种 见吴君如此无情 小宇心中委屈 为什么转眼之间 男友仿佛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见着吴君吴国 记者辗转找到了万菲菲 对 差不多一万块钱吧 那个时候刚认识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给你转进行 为什么追求 应该上市吧 就追求你 他用钱去疯狂地 去追求别人 对 你会带她的口感吗 稍微有一点 万菲菲表示自己和吴君 是在酒局上认识的 知道吴君是已婚 她立刻拒绝了对方的追求 没想到对方不死心 持续使用金钱攻势 但她见对方 始终没有离婚的意思 便提出了分手 有几个女孩子 在我这个年龄会 遇到这种事情 然后她把我身体 搞成这样子 带我去看个病 她是一分钱都舍不得话 而且从头到尾 没有跟我道过去 我每天根本 每天都是噩梦 对此 小宇更加愤恨 对自己的轻信他人 表示后悔 为了让小宇打开心结 记者再次找到吴君 可不管小宇怎么说 吴君只有一句 我不认识你 我什么时候跟她说我离婚 包括那时候 她直播的时候 我都告诉她 我是有老婆的 那你为什么 跟她住在一起来 什么 她是帮到这边来直播 我道德败坏 那她能去起诉我吗 无奈之下 小宇拨打了报警电话 面对警察 吴君总算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但由于小宇与其并未有婚姻关系 所以不受法律保护 在此希望每一位女性 不要轻信花言巧语 不要落到和小宇一样 被骗身骗心的下场 那么荧幕前的你对这件事 是怎么看待的呢 欢迎屏幕下方强赞加评论